太搞笑了 我们刚才去加工厂那边 然后文文在那边 把那个碗和筷子拿过来一点 还有菜刀都拿过来 从此以后我们要在这边过上 可以做饭饭的幸福生活了 团子你开心吗 这是我们 我们要做的第一顿饭 第一顿饭 差不多吧 这个 够了 然后我这边买的玉米 这个加在里面 营养均衡粗凉 刚刚点到外卖的菜 生活更好了 好得不想回家了 对呀 水淹这种生活 你是在提醒我明天点点盘鸡是吧 对 后天 后天 点个你的腿 红烧 红烧李大师的腿 老李明天把那边小厨房搬搬过来吧 以后我们可以在这边 可以在这边做点饭菜 这个样子的话就不用点外卖 点外卖这个太不环保了 就是说空的时候还是 来吧 看看咱们的饭饭熟了 好诱人啊 香烹烹的大米饭 我觉得我挺厉害的 因为 这样吃饭 又健康又卫生又环保 还省钱 你们把我饭熟了 嗯 我自己尝可以 你们帮我尝吗 嗯 快来吃 赶快 说谢谢 他想让咱们俩喂他吃 最近我是特别厌倦 就是在外面吃饭了 所以我就宁愿自己麻烦一点 然后在家里 啊不是 在店里做点东西吃 然后 今天先点到外卖 然后 嗯 从明天开始 嗯 逐渐的 越来越多的减少外卖 一个是 哎 外面吃东西 就是厌倦了 一个是 嗯 环保一点 因为外卖有很多的塑料 嗯 尽量环保吧 然后 嗯 这两天有个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 就是 嗯 在某个 那个叫 应该是一线城市吧 然后 有个 女的 进一小区吗 还是怎么 然后 她扫码 然后人家不给过 然后她说 我不是普通老百姓 我是 啊 在美国待了七年 怎么怎么怎么的 然后 然后我看到这个事情 我就想到有一个事啊 就是 嗯 今年夏天的时候 我们这边 小区里面 也是一定要扫码 才能进来的 然后当时是 六七月 六月份的时候 咱们有一个 内地过来的人 然后 他进小区门的时候 他开着车 开着一个打皮卡 他进小区门的时候 人家当时 那个保安是 嗯 一位 是两位 维族大叔 然后人家说要扫码 然后他就不配合 不扫 坚决不扫 然后不但不扫 然后还起了争执 嗯 然后就 就是 围了十来个人 然后刚好我和小白经过 然后 小白就 走过去就说 哎 你要干嘛 你怎么怎么 你有本事你去欺负别人去 啊 你欺负人家这么一个 嗯 保安大叔 你怎么怎么怎么 然后就 哇 我在旁边看 我在大概离他五米远的地方看着 我就觉得 找对人了 我就觉得 哇 小白好有正义感啊 很 厉害 嗯 怎么说呢 还有就是 疫情的话 我们真的是 一定一定 一定要配合政府的各种 事情 嗯 各种 一定要好好配合政府 嗯 嗯 这个样子的话 我们才能 越来越快的 好起来 然后 整个社会的经济 还有 学校 或者是 很多事情 才能够 正常的 运转起来 好的关注 我是阿宁 永长天阳的日子 咱们彼此陪伴 拜拜 希望我们都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必心